抗议民众焚烧轮胎燃起熊熊烈火 国会大厦前挤满人潮 议会入口有警察举盾排列队 印尼宪法法院20日裁定 地方政府首长候选人参选时 需达到30岁年龄门槛 而总统左科威儿子卡桑 12月底裁满30岁 等同阻挡他11月的参选之路 印尼国会随即修法 放宽参选年龄限制 引发上千人聚集到 首都雅加达国会大厦示威 爆发警民冲突 有示威者爬过围栏 对警员丢宝特瓶和石头 警方随后出动水枪及催泪瓦斯驱赶 对此印尼国会表示 目前没有足够时间 审议修改条文 意味今年11月的地方选举 不会有任何改变 加拿大也出现地方抗议事件 两大主要货运铁路公司 与加拿大铁路运输司机协会 劳资谈判破局 两铁同步停止运作 75%铁路货运停摆 每家跨境货运也通通喊咖 一天损失多达台币80多亿元 不过在政府介入下 已对员工发布复工令 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 两铁大停工 共17小时 不过落下的货运进度 恐怕需要一周多的时间 才能补上 接着张会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